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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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上一次讀了兩章 就是前面 讀了前面兩章 我再強調一下 這部經 這部經就是 佛在教我們怎麼能夠修正到 正入圓滿的決心 修到正入圓滿決心的目標 這個過程當中要用什麼樣的方法 所以總共有十二章每一章 都一個次第性的在引導眾生 所以這部經的好處就是 每一章都一個菩薩來提問一個方法 所以看起來是蠻簡單的 可是你仔細下去深入的話 都是很重要的一個點 很重要的一個點 那我們 我們那個什麼 上次是文書章跟普賢章 大家 有沒有有沒有複習啊 那個文書章在講什麼 這不是一開頭啊 文書章在講什麼 哈 文書章在提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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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什麼叫做無名啊 所以第一章就說什麼是無名啊 這個就從最原頭開始啦 那這個無名 我們中午三個五歲有講過嘛 就是什麼叫無名 我們知道啊 從任節經那邊知道就是說 那個夜象 夜象在流線啊 我們就是從 這樣子 從這邊開始 就是說 從最原始開始 夜象開始流線 然後流出萬法嘛 好 那現在你在回頭看說 欸 那什麼叫做無名 什麼叫無名 啊這個時候呢 因為這邊 這一路下 這個方向的時候 我們都很 很熟練啊 可是你 就倒帶回來的時候 倒帶回來的時候 沒辦法解釋 我次大家都了解 可是呢 你就沒辦法解釋啊 這個講不出來啊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 就是要用比喻的 因為大家 意思就是說 大家跟基多 都很雄厚的 好啦 那個 在講 說什麼是文明的時候呢 怎麼說 又就是要用那個比喻的方式 那就是 怎麼說 就是你看喔 就是說 那個 那個什麼 佛就是 舉什麼例子呢 在文書上這邊啊 佛就舉 空中的花 空中花 空中沒有花 空中也沒有辦法生出 一朵畫出來 可是它就現出一朵畫出來 啊 現出一朵畫出來 你之所以會去看出 空中有一朵畫出來 這個就是一種無明 就是我們 我們講說 啊 虛空當中啊 來一隻 小鳥 對不對 來一隻小鳥 這忽然之間 現出一個小鳥 一個點 你從虛空來講 它就是一個點 一樣啊 就是你一朵花 在虛空當中也是一個點 它冒出這個東西 那就是無明啊 那就是無明 因為啊 你知道 就說 這樣子啦 就說比如說好 我們就在這邊一點 這個虛空中一點 這一點啊 是小鳥也好 或是花也好 你知道它從哪裡來嗎 不知道 對不對 你知道它的來處嗎 不曉得 意思就是說 它就是 這個冒出來 我不知道它的來處啊 那它的生處 既然不知道它來處 它的魅處啊 當然 它的去處 你當然 你有必要去了解嗎 那就是無明啊 這樣知道嗎 就用比喻 用這種比喻的方式 讓我們眾生啊 了解說 哎 無明是怎樣 無明是怎樣 那要了解 那第二章就是 普賢章啦 普賢章 那普賢章一樣 那個普賢菩薩 他對佛的提問啊 問什麼呢 問就是說 那個 怎麼樣 怎麼樣 那個什麼 如幻三昧啊 如幻三昧是怎麼樣的 什麼叫做如幻三昧 什麼樣的意思 那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要 要修正啊 眾生要正悟啊 是要見修 還是那個什麼 頓修 就是他問說 見修的那種 那種 方法是怎樣 見修的方法是怎樣 這是那個普賢菩薩 所提問的 那至於說這個 講到這個如幻三昧 我們從偉剛好有 因為那個任誰經剛好 也提到這個 如幻三昧啊 那對如幻三昧 這個要知道 這如幻三昧這個要知道 就是說 簡單來講就是我們講說 以絕為講 以這個絕性 這個絕來說啦 這個佛性來講 這佛性啊 本來就是沒有的東西啊 這本來就是沒有的東西啊 這個絕 你說他有嗎 說他有 你就換了怎麼樣 換了那個 有跟無 那個什麼 那種過失 你說他沒有嗎 也換了這個 也換了這個過失啊 有跟無啊 你說有絕也不對 你說沒有絕也不對 因為 你說有 或說無 都落入那個邊界 都落入邊界 所以 你說有跟無都不對 好啦 那所以 既然都不對 那我們就應該遠離他嗎 好 我們再回來一下 就是說這個絕 就是 我們講說 離一跟一嘛 對不對 離一個 所以你說有也不對 說無也不對嘛 那說 那我們就是要遠離什麼 有跟無這個概念 遠離兩邊的這個概念 遠離之後啊 你如果再遠離啊 遠離之後 你連遠離的那個念頭啊 都要怎麼樣 都要捨棄掉 那個時候才是 才是這個東西 所以那個就是如幻三昧 所以如幻三昧 就是用這樣來 你如果說用文字的解釋啦 如幻之理的禪定 如幻之理的禪定 用這個文字解釋 眾生沒有辦法理解啦 你要像我們 像我們這些 我們都是眾生 我們這些眾生 我們是要求證的人 我們是要求證物的人 我們是要求證物的人 你說從那個文字像 文字像來跟他原說啊 你沒有辦法去瞭悟的 所以用這樣來講 你一定要把它了解到說 那個三個層次 你入空 入空要離空 接下來就是 連離空的那個念頭 你都要把它拋開 都要捨棄掉 那樣才是回到這邊來 那樣才回到 所以那個就是 如幻三昧嘛 那就是如幻三昧 所以說 講到如幻三昧 你就用這樣來說啊 這是用這個訣來講啦 任何一件事情也是一樣啊 任何一個物像 通通一樣 就是說 你有了這個物像啊 有的物像就換了這個 換了幻啊 什麼幻 邊界的幻啊 你 這個比如說 我這個東西消失了 這個東西消失了 就換了無的這個 邊界的這個幻 知道嗎 所以你要遠離這個有 遠離這個無 反正 我們那個什麼 六根所了的靜啊 不管你聽到的聲音 或者是你眼睛看到的 或者是你那個什麼 身所觸的 或者你聞那個什麼 聞香啊 或者成那個什麼 蛇味啊 這些東西啊 都離不開這個東西啊 我們打個比方說 你的胃 我吃到辣的東西啊 辣的東西 你瞭了這個辣的靜 瞭了辣的靜啊 這瞭了這個靜以後是怎樣 是有啊 是無 有啊 對不對 你誰跟他講是有嘛 有 這個有 這個有就是幻靜嘛 你換了什麼 換了 換了這個過失 虛幻不死 換了這個過失 對不對 所以你換了這個過失啊 那你怎麼樣 你要換什麼 你要怎麼樣 因為啊 這個都是虛幻不死 那個辣味是虛幻不死的 所以你就 換了這個過失 所以接下來你要怎麼辦 那個什麼 這個生意族虛幻不死 它的本來是什麼 它的體性是空 對不對 這個體性是空 你了解到這個體性是空 接下來呢 這個空就是一個 那個體性是空 你知道是空 了解到空 正入到空 然後呢 你要離空 離空之後 你連離空那個 離空那個離的念頭 一邊要給它捨棄掉 那個時候就是 就是回到你這個絕 這樣知道嗎 那你回去 你回去要 從這個萬路萬向裡面啊 你一個一個去 去分析 慢慢一個一個去分析啊 所以你就回到這個 很自然的 你就回到這個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我們的悟性 那就是我們的悟性 比如說我們剛才講無名啊 無名就是 就是用這樣來比喻啊 你如果這樣比喻 那個當下 這個悟性就起來了啊 像那個儒悟三昧也是一樣啊 我們一直在修三昧 那個什麼三昧 一直在修三昧 對不對 那個就是儒悟啊 那就是儒悟啊 這樣知道嗎 所以這個是那個 普賢章 普賢菩薩 他 問佛說 怎麼樣來修那個儒悟三昧 還有呢 還有呢 就是眾生 那個證物的那個什麼 劍 劍 劍 修正的那個 那個 那個方便法門 就是 這是普賢菩薩 所提的 好 這是我們上次所學習的 那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 來讀那個什麼 普賢章 第三章 好 我們 來看 第三章 普賢章裡面的第一章 48A 好 我們開始 於是 在廣大圖眾中的普賢菩薩 立即從座位 站起來 向佛族頂禮 向佑 又繞三圈 常跪合掌 告訴佛說 大慈大悲的師尊啊 請你為各位來此平等法會 求法的菩薩大眾 並為末法時期的一切有情眾生 說明菩薩修行的見識法門 如何思維 如何使正法久住於世 然後 當有情眾生啊 還沒有開悟的時候 用什麼方法 才能夠普遍的使他們 很快的開悟 這樣了解 這是那個 普賢菩薩所提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菩薩修行的見識法門 怎麼去思維 然後怎麼樣才可以使這個正法 久住在世間 然後再過來就是說 那個 有情眾生還沒有開悟的時候 用什麼方法 才能夠 普遍的使這些眾生 很快的能夠開悟 這是普賢菩薩的三個問題 大家一定要掌握這個 每位菩薩所提的問題 好 接下來 世尊 假如那些有情眾生 沒有教給他們正確的修習方法 沒有告訴他們正確的思維方式 只聽如來說這個三昧 那麼他的心就要迷惑納悶 對於圓嘴法門就不能誤入 這個就光講說 這邊就講說那個三昧 就是說我們講什麼 我們一定要先了解 比如說這個三昧 我常講就是說 我們要先了解那個佛法的定義 你那個定義知道了 觀念具備了 那透過我們的禅修 你就可以進入政務 就可以進入政務 所以從這個概念 從這步驚 等我們一步一步讀 讀了以後 你慢慢你就可以去印證說 講這個 講這樣的一個概念 是對的 而且是很重要 你不要對自己沒有信心 就是這樣子來修 比如說告訴眾生 正確的思維方式 什麼是正確的思維方式 因為大家各自 各說各話 每個人都說他是對的 但是什麼是正確的 正確的思維方式 因為末法我們佛也不在 所以我們怎麼樣 所謂正確的思維方式 你就依經教 依經教為主 好 接下來我們再看佛 這時候 世尊告訴普遠菩薩說 好啊 善男子 你能夠為各位菩薩 及末法時期的有情眾生 問如來 如何一步一步的修行 這就是見識的修行 那麼如何的思維 如何的定住 如來境界 乃至於借用種種方法 使眾生誤道 你現在要好好的聽 我應當對你說 普遠菩薩聽到佛 答應說法的時候 非常高興 在座的道中 都靜默聆聽 這張知道 就是說那個 普遠菩薩所提的問題 好 接下來我們看看佛怎麼開示 善男子 你說的那些學佛的菩薩 以及末法時期的有情眾生 要想求得如來的靜緣決心 就應當正念 以此正念 遠離各種幻境 首先要依如來的職而修行 然後堅持境界 帶領途中在寂靜的防射裡 宴坐 總是這樣思維 我現在這個身體是四大合合而成 所謂毛髮爪齒皮肉筋骨 水腦夠色多歸於地 拓替濃血精液鹹墨潭淚精氣 大小便 多歸於水 暖氣歸於火 這暖氣歸於火是什麼 就是你的溫度 我們身體的溫度 動轉歸於風 動轉 那個動轉是什麼 風是什麼 風是我們的呼吸 那個就是動轉 如果是四大各自分離 現在這個虛妄身體應當在哪裡 由此可知 這個身體畢竟是沒有實體 四大合合為其表象 實際上與幻化是相同的 我們的身體是由四性因緣甲合而成 那個四性就是地 前面講的地水火風 前面這個四大 它把我們身體 我們身體就是動轉的部分 動轉就是呼吸 那個就是風 火的部分就是我們身體的溫度 那個就是火 水就是我們身體上的液體 血液什麼這些都屬於水 地就是怎麼樣 有質愛的部分 地就是質愛的部分 比如骨頭啊肌肉啊這些 這邊佛列了 把整個那個身體 那個四大的部分 把它解析開來 那解析開來之後啊 他說這個四大合合啊 能夠身體是一個四大合合的一個表象 這些是虛幻的 他說實際上是與幻化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的身體是由這四性因緣甲合而成 在這個甲合的身體上 旺有六根 六根跟四大內外合合而成此生 由於虛幻而有的條件 這個氣啊在什麼 在身中積聚啊 好像是因緣之相 甲利之明為信 就是先把這個 把我們這個色深 先給它定義好 前面你看 前面就是說 他說你要以正念 要什麼正念呢 用那個 要以正念遠離各種幻境 的話 首先要怎麼 要依如來的知而修 然後堅持境界 帶領圖眾在寂靜的房舍裡 驗座 總是這樣思維 這個 這在講什麼 講那個戒定慧啊 那個指啊 就是那個定 那個堅持境界 那就是戒啊 在講戒定慧 那你的修這個 那個什麼 那個 帶領圖眾在寂靜的房舍裡 驗座啊 驗座啊 那個就是慧啊 這個地方 來 因為我們是正修 所以這個概念啊 這個 現在這個指就是定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就是堅持境界 那個就是戒 那在寂靜的房舍裡面啊 就是驗座 然後呢思維 驗座思維 驗座思維 思維什麼 思維這個會學 那個 下面下面所講的就是說 那個四大有沒有 他把 他把我們這身體啊 分解成四大地水火風啊 那個 你把他解開之後 那個就是會 你好好去思維 在房舍裡面啊 他把他 他把他 那個什麼 把他解開 解開之後 你分成四大嘛 四大因緣啊 這每一個因緣 都是虛願不實的 都是虛願不實的 你要去這樣子思維 再告訴我們說 這樣思維 所以 定 你看喔 他第一個在講 注意看喔 這個就第一個在講定 在講這個戒 對不對 這個啊 這個啊 我們一般講說戒定會 先什麼 先戒才定 才升會嘛 那邊是不是怎麼說 正修就不是這樣子囉 這戒定會 這個順序啊 是 一般普羅大眾 的那種思維 佛法 那個正法正念 就是先這個 在這個 你這個定啊 你修定啊 你修定啊 你修定 那個什麼 那個境界 境界慢慢出來之後啊 境界慢慢出來之後 你這些啊 很自然的啊 很自然的 你家的守戒 就比較 比較簡單 因為 講到這個戒 講到這個戒啊 不是我們 不一定 包括我們講說 欸 我要 我要持齋啊 或是我怎麼怎麼怎麼 那個界 不是喔 不止那個喔 這個東西都是界喔 要有這個概念喔 你諸根了境啊 不讓諸根了境 那個才是真正的界 這個 這個要搞清楚喔 不一定說 喔 我一定 什麼 我身口一鎖得很好很好啊 那個才是界喔 不一定喔 知道嗎 就是說你這個啊 你要 要讓 諸根 諸根 不了境 我們說這個捷門啊 捷門要閉鎖 這個捷門要閉鎖 這個捷門閉鎖 這個捷門閉鎖 你必須要 要做這個啊 如果說 照我們一般 普羅大眾的那種 那種 那種修法啊 那個就不究竟啦 那我們是 我們是 我們是正修的喔 我們是修正的 我們是要正悟的人啦 就不可以這樣子啦 以這個為止 這部經喔 這部經喔 那個什麼 慢慢啊 慢慢慢慢讀下去以後 更能顯示出這個東西啊 這樣知道喔 不是這個排第一個喔 不是這一定會喔 是 以定為優先 這個啊 那個什麼 世俗 講世俗一點喔 講世俗一點 就是說 你這個定功 定功 定功 經節出來以後 這個自然得戒 講世俗一點 你如果說 你看喔 就是說你一定要透過 佛講的嘛 你沒有透過那個禪定喔 想要成就 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所以 你一禪定之後 這個捷門就 一個一個閉鎖啊 這個捷門閉鎖就是說 我這個了境 對我來講 我不了境 不了境 不是叫你 比如說你眼根啊 叫你眼根閉起來 閉鎖的意思 不是叫你眼根閉起來 不是這樣子 你要通達這個法意 通達法意 通達前面所講的法意 不是前面 後面 後面就是說 它把身體分成四大 這個 這個 地 水 火 風 這個 四大因緣裡面啊 這個都是表象 這都是虛幻不實的 它的本來是什麼 它本來就是 你的真如本性 你的絕 它本來就是你的絕 來自你的絕 這樣知道齁 所以很自然是這樣 所以這個順域上 順域上就是這樣 所以那個什麼 佛這樣的 那個什麼 出自佛的嘴巴 所講出來的 它就按照這個順序 不是說最定會喔 是定為先喔 定為先 這也就是在暗示說 這部經啊 這部經在教我們成就的法門 大方向講說 教我們成就的法門 這成就法門 主體是什麼 主體就是教我們修定 修定 那這段知道了 好 接下來啊 善男子 這種虛妄心 如果沒有六臣的話 就不會存在 這句話知道 這在任根經裡面有講嘛 就是說 因為六臣啊 那個什麼 六根啊 因為六臣啊 產生出 那個什麼六四啊 就是這句話 那個虛妄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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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妄心啊 這個妄心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四 知道嗎 所以 這個因為 那個什麼 這個六根因為成 才有這個四的產生 這個 就是這個句話的意思 如果沒有六臣啊 就這種 這個四也就不存在了啦 如果 四大分解的話 那就 沒有六臣可得啊 那麼這個當中呢 能 能緣之根 和所緣之存 各歸善滅 生命結束 能緣之心 哇 能緣之根 我們那個六根啊 那就是能緣嘛 所緣就是六臣啊 如果根跟層多善滅的話 你生命結束了 那能緣之心呢 那個是啊 一樣是 一樣是滅啊 好 善男子啊 那些 其無圓絕淨心的 有情眾生 因為虛妄心 滅除了 虛妄之心 也就滅除了 就是根啦 虛妄生啊 那個就是根 根滅除了 你那個 那個什麼 是啊 也就滅除了 因為虛妄的心滅除了 虛妄之成 也就滅除了 因為虛妄之成滅了 虛妄之滅 也就滅除了 這個就是說 那個滅啊 那個滅啊 連滅的那個念頭 都要把它拋棄掉 最後那一句的意思 虛妄之滅 也就滅除了 有沒有 好 因為虛妄滅 滅除了 非患 則不滅 什麼是非患 就是你的那個 那個什麼 你那個 絕 你那個絕啊 你的絕性就是非患啊 這個時候 你那個絕啊 就像那個什麼 磨鏡子一樣 那個鏡子啊 那些污垢 通通把它清除以後啊 那個鏡子的光明啊 它就自然顯現出來 這段就是要講說 你那個絕本來是光明的 就是因為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那個 豬根了鏡 豬根了鏡 你的視才會產生出來 假設啊 假設你那個 沒有那個六成 你根就不會了啊 根不了 事就不深啊 所以你那個絕的那面鏡子啊 自然就光明啊 好 接下來下一段 善男子應當知道 人的身心 都是虛幻不死的污垢 身心喔 那個心 不是真如本心 那個心是那個 你的妄心 那麼污垢之相 永遠滅除以後 就達到什麼 十方清淨 好 接下來 善男子 比如清淨的模擬寶珠一樣 能夠映現出五種顏色 隨應不同的方向 而現不同的顏色 各種愚昧無知的有情眾生 認為模擬寶珠真實 而有五種顏色 善男子 圓絕的清淨本性 就體現在有情眾生的身心上 他隨順適應各類不同的 有情眾生 但是那些愚昧無知的有情眾生 把淨原絕的變現 誤認為實有 前面有講過 那個淨原絕的變現是什麼東西 是什麼東西 因為你那個無明一現出來之後 那個 這個 這個 六跟七 這個 一向一流線 六跟七就出來了 前七日通常出來 然後這個就是 是誤認為實有 有沒有 六跟七 就誤認為實有 認為這樣的身心志向 也是實有 因此不能遠離幻化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現有的身心都是幻垢 如果能夠脫離這種幻垢 就稱之為菩薩了 把幻垢對峙乾淨以後 就不存在對峙幻垢的東西了 也不需要再叫什麼名稱了 你知道嗎 這幾句話依然在講就是說 那個什麼 你那個什麼 我們這個身心就是幻垢 那你如果把這個幻垢都 離開了這個幻垢 離開這個幻垢 就稱為菩薩 所以這個幻垢乾淨了以後 就是那個什麼 你幻垢等於說你離空了 離空之後 離空之後 你再不必去想說 怎麼樣去對峙幻垢的問題 不必再去想這東西 很自然的 你那個覺性就出來了 這個覺性出來 有沒有名稱 沒有 沒有名稱 什麼也不是 所以這個覺 到最後這個覺 什麼東西都不是 無形無相 看不到摸不著 對不對 對 這個就是這個東西 不需要有什麼名字 所以我們講說 那個一切諸佛 它就是 怎麼不滿整個虛空 不滿整個虛空的意思 就是說 這個啊 覺性現前 覺性現前 空就是你啊 這整個虛空就是這個東西啊 那個就是佛啊 那就是佛 那好啊 你說 那既然佛看不到摸不著啊 那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那個什麼 為什麼像出來 那個就是為了怎麼樣 為了要 要 隨機硬化 所有各類的眾生嘛 它會 它會示現出那個身像 會示現出這個身像出來 好 我們上次不是講說 那個如來的大智慧 是在這個地方講的嗎 如來的那個四大智慧 有沒有 如來四大智慧 什麼也不是啊 有沒有 記得嗎 那個什麼 就是我們講說 那個 青紅 青紅 什麼 黃白啊 有沒有 那個就是佛的四大智慧 四 四到 那個什麼 佛光啊 白光 黃光 清光 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 黃光 這個 你用那個什麼 上次是不是 還是在那個 禮拜六下午講的 那個四到 光喔 法會的時候講的 那個 因為後來 有人 那個什麼 不是我們的同修 就是那個什麼 外面的 有在看那個 看那個影音嘛 所以 他在講這個光啊 有沒有 青 紅 黃 黃 白啊 在講說 哪一道光最厲害 哇 哪一道光最厲害 通通一樣厲害啦 這都代表火的智慧 用 比喻的啊 你說比喻到那個 那個大海那邊嘛 對不對 比喻到大海嘛 清澈 你看喔 就是說我們到 到 到海邊去啊 你看到的是什麼 你眼睛看到的是什麼 海水啊 一片藍天啊 碧海啊 對不對 再看到什麼 看到海波浪啊 對不對 還要再看到什麼 看到你腳下的沙灘嘛 對不對 看到你腳下的沙灘 那 那 這個 這個東西啊 那個 波浪喔 波浪啊 一波 無 無 無止盡的 那個一波一波的 往這個 這岸邊推過來啊 到岸邊以後還沒有波浪 就沒有了嘛 對不對 但是你以一個大菩薩的那個智慧 來 看待 那個波浪 是什麼意思 你一波一波的到我腳下來的時候 波浪在也沒有了嘛 止住了嘛 止住了嘛 好啊 那你再放眼到那個天邊那一帶去看啊 是不是 水連天 那個什麼 天連水啊 是不是 那是不是 那是不是 一片的那個 清光 好啊 那個什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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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浪到我這個地方過來啊 阻擋 那個什麼 波浪到我這個腳邊站的時候 整個都沒有了 沒有波浪了嘛 什麼含義啊 第一個啊 那個黃啊 那個黃光啊 就是 就是這個什麼 泥沙 海沙 你曾經是黃光啊 把你 把那個什麼 把你那一波一波的過來 一波一波過來 那個不是障礙 以一個菩薩的那個角度來看 看那個東西啊 那就是 菩薩 發起無邊無量的那個大愛 佛也是一樣啊 發起無邊無量的大愛 那個 那個一波一波的大愛 你知道嗎 好 那個大愛 大愛啊 大愛 菩薩就是 他毫無止盡的 那個就是沉沙嘛 毫無止盡的 一直在 在示現出那個愛 那個 那個大愛 所以 波浪不停止 可是到這個地方 就停止下來 為什麼要停止下來 你當你成佛的時候呢 再也不起那個波浪了啦 變滿整個虛空 虛空法界 所有虛空法界 就是那麼平靜 那麼如如不動 那就是佛啊 那就佛啊 佛的智慧啊 你知道嗎 所以 那個我們講說 那個就是波浪啊 那就是一種 是一種法愛 知道嗎 什麼法愛 你會 只愛 只愛那個 一切諸法 誰會只愛一切諸法 不是眾人喔 是菩薩喔 他為什麼 他會 因為菩薩在講說 一切諸法啊 菩薩啊 知道嗎 菩薩在 在 在了達 一切法項啊 那個就是法愛 你知道嗎 所以 我這個 尼沙就在 阻擋這個法愛 讓這個 這個無邊無量的這個法愛啊 停止下來 停止下來 就平息了 這樣知道嗎 所以那個 那個是黃光啊 白光你 你跳開了 比如說這個 怎麼樣 那個那個 往 往天際啊 往天際去看啊 水連天 天連 天連海 對不對 往天際去看啊 是不是一片都是 都是 可以講說沒有顏色啦 那就是白色啊 白光啊 這是佛的四大 四大光芒 四大智慧啊 那個 沒有所謂的 誰強 誰弱啦 通通一樣 這樣知道嗎 所以 這個地方 就是絕啦 絕啦 沒有形象的 都沒有形象